频道力的大大焦带您关心 最近十年呢 这种中医的埋针减肥懒人瘦身法 相当受到欢迎 据说一个礼拜呢 就可以瘦下一公斤左右 有许多的模特儿都是趋之落物 不过现在呢 有中医师研究证实 在穴位埋线的确是有减重的效果 可是他们还提醒大家 要同时控制饮食跟运动 要不然呢 埋线啊 只是徒增痛苦 名模般的身材 人人称现 有不少模特儿身材已经很好 还是封埋线减肥 而现在已经有中医研究证实 埋线的减肥效果 比针灸减肥还要好 厚的肉了 比较肥的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买进去 引起这局部的一些发炎反应 会有些燃烧热热脏脏的感觉 就是靠着刺激人体经络 达到抑制食欲的功效 燃烧脂肪 也让不少中医诊所大排长龙 虽然阳长线 两个礼拜就会被人体给吸收 但是有泻足肿的体质 以及服用肋固醇的患者 不太适合 而且不运动和狂吃 这样会胖 这个阳长线是一个义务 我们埋在身体里面 会造成一些局部的发炎反应 你红啊肿热 那你就会把局部的脂肪 给你燃烧 所以达到硕身 跟减重的目标 但是脂肪细胞 它消失的很慢 虽然一个礼拜 可以瘦0.5到1公斤 但是医师也提醒 在埋线后 还是得少吃多运动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